Cyna-迪雅 无论如何,这还真是让人吃惊的出场方式呢 Cyna-迪雅,据说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信仰的光芒 只是相比遥远的星光而言 无论怎么看,它都更像是我们身边的一团火焰吧 别看我这样,可没有发送警惕啊 踩着溜溜球向前滑行,Cyna-迪雅无疑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存在 当然,它的驱动核心可不只是代步工具这么简单 Cyna-迪雅能使用驱动核心进行多样化的霹雳攻击 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,都能够轻松加以应对 并且,由于受到世界之星的庇护 当Cyna-迪雅作为队长时,祈活星之环 若队伍中存在介于共鸣特性的角色 将使自身与全队获得不同的额外增益 Cyna-迪雅的普通攻击四连击造成雷电元素伤害 第四季命中获得霹雳脉冲 同时,当它在地面时长按攻击键,可将敌人挑至空中 而在空中时长按攻击键,则会将敌人击落 点按武器键,Cyna-迪雅抛出驱动核心 并借此快速飞向敌人 拥有霹雳脉冲时,点按武器键将释放霹雳攻击 造成伤害并进入霹雳要变状态 该次攻击可续接普攻第四季,并聚集星辰残河 霹雳要变状态下,Cyna-迪雅的霹雳攻击将聚集周围敌人 并可再次点按武器键发动晴空霹雳 展开驱动核心的利刃,造成大量雷电元素伤害 前进时长按闪避键,Cyna-迪雅会在驱动核心上持续滑行 进行闪避或滑行期间,点按攻击键可触发极限闪避技能 并衔接普攻第三季 滑行期间若受到攻击,Cyna-迪雅将回避受到的任何伤害 并触发极限闪避技能 Cyna-迪雅的星之环特性之一为介域共鸣 星环爆发期间点按武器键,Cyna-迪雅可连续释放霹雳攻击 并续接强力的雷光矛击,造成高额雷电元素伤害 留下介域共鸣标记 该标记可以全队的共鸣攻击产生共鸣 在周围生成雷电磁场,持续造成额外共鸣伤害 星环爆发期间,敌人受到武器剂造成的全元素伤害 与全队共鸣攻击造成的全伤害都将得到提升 开启必杀技,Cyna-迪雅操作驱动核心在雷光中穿梭 最后引发爆炸,对范围内敌人造成大量雷电元素伤害 必杀技持续期间将会触发实质领域效果 作为星辰属性角色,Cyna-迪雅面对星辰敌人时有独特的应对方式 当他使用晴空霹雳或雷光矛击命中星辰敌人时 将额外掉落星辰残核 晋升至S2阶级后 更是能将消耗星辰残核对星辰敌人生命值上限造成的额外伤害 按一定比例传递给周围的星辰敌人 实战中,当敌人被时空减速、击飞或队友释放武器技后 Cyna-迪雅QTE入场获得霹雳脉冲 点击武器键释放霹雳攻击后,续接普攻第四级 再次点按武器键释放霹雳攻击与晴空霹雳 能量充足时开启必杀技 随后连续使用普攻与霹雳攻击,直到驱动核心进入冷却 进入星环爆发状态后,连续点按武器键 Cyna-迪雅释放霹雳攻击与雷光矛击 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,并留下共鸣标记 随后,赫利亚出场造成共鸣伤害,并留下另一个标记 克拉利利用空中强化武器攻击 和这些标记产生共鸣,造成额外伤害 若队伍中编入了协同者,当角色进入星环爆发状态时 协同者将发动攻击,并强化星之环带来的增益 比如松阙,能加快星之环的充能速度 角色进入星环爆发状态时,松阙将对范围内敌人造成伤害 并提高敌人受到的全元素伤害 在《往事乐土》中,推荐首选奇鼠的祝福 强化晴空霹雳的威力 Cyna-迪雅触发极限闪避后,刷新或延长霹雳要变状态持续时间 随后交替点按攻击键与武器键释放普通攻击 霹雳攻击和晴空霹雳 能量充足时开启必杀剂,对敌人造成大量伤害 并回复极限闪避技能次数 当星之环能及充满后,进入星环爆发状态 进行一轮爆发输出 即使更像是一场意外,但少女的确踏入了全然陌生的世界 而她自身所蕴含的谜题,或许比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困惑还要更多 不论怎么说,她还真是很容易就能让人感到好奇 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见到她,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?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